袁大人 班头 我孤单单今天 要正式地跟你们说再见了 我会留在家里 专心地相夫教子 为我们一家三口的幸福 努力 走 拜拜 希望 你的幸福快乐 说得真大气 给以你为荣 爹 对 是不是来咋了 不会啊 大门开着呢 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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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生出事 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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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小学 独孤子男 丢了儿子 心很烦吧 要怪就怪你 这几年风头太忙了 数大招风 咱们俩的战斗 现在正式开始 为什么 孤奶奶 您丢了牛腿是干啥呢 我明白了 孤奶奶你是在减肥吧 孤奶奶 你还别说 你下巴士看上去确实瘦了不少 真的吗 昆仁 我真的瘦了 真的 确实很明显 不过孤奶奶 我不明白了你这么漂亮了 干吗还这么折腾自己 你们男人不是喜欢女人瘦瘦的吗 为了我的幸福 我要把自己变得这么瘦 这么瘦啊 孤奶奶 我们能不能跟你一起减肥啊 好啊 来 跟我来 准备 走啊 走 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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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拉 抬抬抬腿 走 来 走吧 周姐 姑奶奶呢 坐在哪里呢 干吗呢你 怎么会让你 小孩子不懂事 也莽妆撞撞撞您了 没撞撞您吧 算了算了 不好意思 走啊 走 这边怎么回事啊 走啊 走 走啊 走啊 姑奶奶 姑奶奶出事了 安慨劲 还要干吗 你大呼小叫的干什么呀 没看见我们这正忙着吧 这孩子 十几个孩子都被拐了 啊 孩子被拐 谁家的孩子啊 对啊 咱们镇的 十几个孩子 不见了 要是咱们家提升被拐了 你还不吓死 是啊 就就就就 你又是小少爷也被拐了 大门 你胡说什么呢 姑奶奶 我说的是真的 小少爷跟他学校的所有小孩都被拐了 啊 啊 姑奶奶 别说别说 姑奶奶 解门去解门去 快点快点快点 快 让开 姑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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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奶 奶奶 你告诉姑姑 这不是真的对吗 不是真的 你说话呀 奶奶你醒醒 你告诉姑姑 这不是真的对吗 奶奶你说话呀 奶奶 你说什么 这不是真的 这不是真的 奶奶你怎么问我呀 是姑姑在问你呀 他们说提升被拐走了 这不是真的对吗 这不是真的对吗 告诉我这不是真的 告诉我蛋蛋 女神真的被拐走了 他真的被拐走了 还我儿子 不认为 corrupted 你 Task מ留到小几 Jenna 所以说 他不是困难吗 有一点 这是他 我没见到 copper 我没有重度 之虚 娘 丹丹 她也看到就保管了 丹丹 丹丹 丹丹你要振作 冷静下来 我们去衙门 看她有新的消息 丹丹 搞他儿子 我又出发了 我的孩子全都不见了 你一定要帮我们找到孩子 高大人 当你是谁绑架了我们 高大人 你不要紧我们出头了 妈 高大人 那帮人亲手不容 我别紧张 大家请放心 大家请放心 我们已经在调查 我高知方向大家保证 一旦有消息 会马上通知大家 绝不会 让他们逍遥法外 也绝不容他们 伤害咱们孩子一根头发 请大家上完无造 你们先回家 我保证已有消息 马上会通知大家 好不好 不不不不 我就在这里的 没错 我就在这里的 我也不回去了 高大人 我也想帮忙找 你们还是回去吧 各位 我虽然没有当过爹 但是此时此刻 你们的心情 我也能深深地体会到 可是 毕竟事情已经发生了 所以我认为 在这个时候 大家更要保持冷静 骗徒既然处心积虑骗走我们的孩子 肯定有他们背后的目的 而且很快就会主动接触我们 所以我们现在需要的不是人手 而是部署出一个解救孩子的行动 制定好对策 等消息一来 我们立刻逮捕他们 如果有需要的话 衙门会毫不犹豫地寻求大家的帮助 所以你们现在先回家好不好 说得也对啊 我们不要在这添乱了 我们还是听远 大人先回去吧 拜托大人 一定一定 你们先回去 大人 你有消息 控制我们啊 这边走吧 班头 丹丹 班头 班头 丹丹 有没有消息 还没有消息 那我家宝宝呢 他们是来这儿了吗 他刚才确实来过 但这会儿 爱公子站了一会儿就走了 可是 可是家里没有人呢 发生这样的事情 心情一定很烦躁 也许他只是到处转转 丹丹 你放心 我们会全力以赴帮你找回儿子 不用 我自己会找 班头 你抓的那几个人 我要见他们 丹丹 现在还不行 丹丹 你不能这么任性啊 要是换作平时 你不说 我都会让你去 可是现在情况不同了 你也是受害人嘛 带着这样的情绪去办案 那对谁都不利嘛 高大人 谁要是想阻止我 丹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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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狡辩了吗 还问了好几个人 没有见过他们 发生这么大的事 还能跑到哪儿去 老姬 西边每个小路我都找了 没有没有 老姬 北边 也没有 南边也找了 也没有啊 这家伙 怎么突然人间蒸发了 金大哥 他会不会是要把孩子 给兜回来 对呀 他可是天下第一神偷啊 他是想用独孤则男的身份 救回儿子 可是 又不想暴露身份 所以悄悄走掉了 不可能不可能 两个人投出一个屋檐下 可不可以 那儿审理些原大人抓回来的闲饭 三天三夜了 不睡觉不吃饭 心疼死人了 哎哟 这该怎么办呢 啊 继续找 你们这么嘴硬是不是 我有办法让你们说话 胖子 在 把他脚套上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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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东西 这两个 你们仔细吗 你们不会找他 你们说信不信 对呀 笑死 快人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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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圣吧 我们什么都不会说的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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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胖子 在 剪刀 是 救命啊 你听见我的婆娘 我叫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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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儿子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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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蛋蛋 蛋蛋 你先冷静一点 黄雀那边有消息吗 什么 哎 出去再说吧 走 什么消息 到底什么消息 快告诉我 蛋蛋 刚才只是个 诱敌之计 我呢 就是想看看他们听到 黄雀这个名字 会有什么反应 你刚才也看到了 他们一听到黄雀的名字 顿时闪了眼 那就说明 黄雀就是他们的老大 就怎么样 我们要知道的是 现在黄雀到底在哪里 我儿子在哪里 我马上回去继续逼宫 我就不信他们不招 蛋蛋 你都已经好几天没有休息了 也没有吃饭 再这样下去 你会倒下的 你放开 你放开我 蛋蛋 蛋蛋 高大人 工作是工作 吃饭归吃饭 不吃饭会把身体搞垮的 来 把粥喝了 我不饿 不饿也得吃 听话 蛋蛋 你已经好几天没有吃饭了 笛声还在等着你去救他 你不能倒下 还是吃两口吧 我吃饱了 高大人 高大人 袁大人 袁大人 袋袋 不要着急 我们来支援了 来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白虎镇的吴班头 泥丘镇的盐班头 金昌镇的菜班头 花甲镇的卤班头 还有最后一位就是我们 黄山镇的甲班头 顾不快 九样大名 为了更快捷地抓到人犯 我们集中了一批精锐部队 在城外随时后面 我们一定会找到你儿子的 谢谢各位 蛋蛋姐 蛋蛋姐 怎么了 怎么了 招了 没有 有两个晕倒了 还有三个也撞墙了 鞭子都打射了 他们还是不找 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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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怕这小不点儿 快撑不住了 会不是饿了 我刚给他喂了点粥 该不会吧 他是不是生病了 你打算下一步怎么走 那要看他们的反应 你跟他们联系了吗 按说像这样的绑架案 歹徒的目的都是为了赎金 可是都两三天没有音讯了 实在有点不寻常啊 难道他们不要钱 不要钱 就是变态杀人狂 而且喜欢杀小孩 也可能是拐卖啊 拐卖 我记得大概十七八年前 咱们这人发生了一件 骇人听闻的事故 有十几个小孩 在光天化日之下 被一帮浪人拐走 年龄都在三到五岁的样子 这个年轻的小孩 说懂事又不懂事 可他们的父母 又不能不让他们到处跑 特别危险 这件事情我也留有所谓 听说最后还是没有找到 对啊 一直下落不明 自从那事之后 有的父母由于伤心过度 一病不起 有些父母 面对不了现实 离开伤心之地 有的父母 现在还在海边 等着他们自己的孩子回来 根据黄雀这两年 发现的案子来看 每次都是干净利索 不留痕迹 最终的目的都是骗钱 好像跟骗小孩 一点关系都没有吧 说得对 如果只是为了拐骗孩子 何必耍那些花样呢 又是盖房子 又是冒充老师 很明显 他们一定是另有所图 高大人言之有理 可能 真正的目的 只是其中一个小孩 而这个孩子的父母 跟他们 肯定有不共戴天的仇恨 也许是杀父之仇 也有可能有利益冲突 不 他的父母 可能是卧龙镇的人 是呀 独孤则男 独孤则男的儿子 也在那个学校吗 不 我是说 黄雀所做的一切 可能只是想 引出独孤则男 独孤则男 有道理 黄雀是骗子 独孤则男是神偷 散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可能是 高大人 这儿有封信 落款写着黄雀 果然是冲着她来的 谁 独孤则男 写的什么 黄雀要求独孤则男 拿她这么多年偷来的财物 换取所有孩子的性命 上哪儿去找独孤则男 淡淡 姑姑 有消息了吗 爱丁堡呢 没有人 没想到 什么 你说 这孩子丢了 这爹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我们爱家到底做错了什么事 让这样的灾难 一次又一次落在我们家头上 一次又一次 姑姑什么意思啊 宝宝小时候 也被拐卖过 什么 独孤则男 丢了儿子 心很烦吧 要怪就怪你 这几年风头太猛 数大招风 咱们俩的战斗 现在正式开始 这件事情大概发生在 我出嫁后的第二年 那个时候 宝宝还小才只有十岁 爱家小厨 也在我哥嫂的打点之下 重振名声 每天坐无虚席 门庭若逝 成为咱们七一镇 首屈抑制的名店 可是树打招风 招来了一群匪徒 他们不但抢走了 店里所有的东西 还把店给烧了 烧死了我哥嫂 爱丁宝 当时是怎么逃脱的 具体情况我也不知道 小厨被劫的消息 很快就传到了镇上 我听到以后 特别着急 想马上赶回家来看看 来找找宝宝 可是当时我的相公 就是不让我走 大发了家里的丫鬟 过来打听消息 那个丫鬟来到我家 再回去以后 告诉我说 宝宝在菜市场 流浪了几天之后 就不见人了 很多人说 他可能是被拐走了 被拐走了 但是又平安回来了 那他到底 是什么时候回到乌龙圈的 这件事 我问过朱姐 朱姐说 他来这儿打工的时候 碍下小厨刚刚装修 大概也就是五六年的光景吧 失踪了十几年 是的 这件事 我问过宝宝 可是 他什么也都没跟我说 我想他是不愿意说 我已经不好再问了 你在想什么呢 我想回家 你的家都没了 你爹娘都死了 还回去干什么 可是我想他们 根据我们 我爹不会让你挨饿的 把你爹回来 好臭啊 绿色呢 前天还正常 怎么突然就不正常了 这两天我们吃什么 他吃什么 可他才满月 没准肠胃不适应 老大 我害怕 咱们会不会闹出人命啊 那就得看 独孤泽男的本事了 袁大人 你来的正时候 是不是找到我们家孩子了 对不起啊 我们现在还没有找到 不过我们正在找独孤泽男 你要是有什么消息的话 就立刻通知我们 好吧 走 袁大人 我的孩子找到了吗 还没有 我来是想跟你们说 绑匪这次是冲着独孤泽男而来的 所以你们的孩子应该还安全 一有消息 我会马上通知你们 谢谢 如果有消息 一定要通知我们 还有 衙门现在正在搜寻独孤泽男 如果你们发现它的话 即使通知我们 这样对案子也会有帮助 好 我一会儿就跟街坊们说 你们去那边 又发生了什么事了 大人 什么事 有没有见过这么高的一个男的 蒙面的 没有 我没见过 怎么了 不知道啊 这 这大哥 什么事 什么事 再不见人 这些孩子就都没命了 得选个办法 找到独孤泽男孩子才有救 可是上哪找去啊 报告一大人 搜到没有 没有 你们都搜过了 没有独孤泽男的消息 继续搜 是 金大叔 能跟你商量个事吗 当然可以 好 大奶 你要是走了 要是提升回来 可怎么办呢 他们要的是独孤泽男 要是找不到他 我儿子就没救了 可是 你到哪儿去找独孤泽男 我只知道他一定不在城里 大奶 一路上要小心啊 公主 不用担心 我一定会找到他们 大奶 我走了 大奶 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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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 找到谁了 找到独孤泽男了 独孤泽男 他在哪儿 衙门 大奶 找到独孤泽男 独孤泽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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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走了 快去 大奶 路上小心 什么 独孤泽男 袁夫人 你看 这几张画 你认识吗 是哪位大师啊 不 夫人 这四张画 都是先朝皇帝的真迹 是咱们家的财物 狗大人 我们家的画 怎么会在你手里 对呀 袁夫人 你误会了 怎么会在我手里 那是在独孤泽男的卧室里 高大人 你的意思是找到独孤泽男了 他帅呢 袁大人 你太让我失望了 还记得我送你那面锦提吗 我对你抱有多大的既往啊 以为你可以成为镇上的人民英雄罪犯的客星 哪儿想到原来你是独孤泽男啊 听说 他们在你的卧室 无语中发现了那四张名画 揭发了你就是独孤泽男的身份 是这样吗 还记得我刚上任不久 你整天嚷嚷着要抓我 我提议拜画展的那件事情 记得 后来那四张名画还是被偷了 就是那四张名画 其实整件事情都是我处心积虑 谁让你放下对我的戒备 丹丹 我对不起你 我一直在骗你 可是沃龙镇是我的家 我爱我的家 你知道这几年 沃龙镇的班头 做得实在太不小了 我只能用我的方式来保护他 那你家的钱都是偷来的 不 我只偷了第一桶金 钱自动会生钱 财富也会自动累积 你娘毫无知情 我娘完全被我蒙在库里面 那到底有多小事偷来的 我也说不清楚 真是善恶道都终有报啊 谁会想到最有钱的原家 竟然会出一个大贼 不是啊 现在呢 独孤则呢 已经抓到了 你们的孩子也有救啊 事不宜迟 赶快回去跟高大人商量一下 债部该怎么做 救孩子要紧呢 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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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样的 什么 冻结我们家所有的财产 高大人 冤枉啊 我们原家 世代经商 每一分钱 都是老爷生前 辛辛苦苦赚来的血汗钱 不是偷来的 对了 少爷没出生 我们原家 就已经是沃龙镇的大户了 这就证明 钱不是少爷偷的 可是你们家夫人挥金如土 挥霍无度 原老爷已经去世多年了 你们原家仍然是富家一方 这不得不让人产生怀疑 令公子 是我推荐去的衙门 而今天又是我亲自把他逮捕 我的心也很不好收啊 但是法不容情 为了维护社会秩序 为了保证百姓的平安 为了挽救十几条 无辜的小生命 袁夫人 你必须选择大义灭亲 张叔 把咱们家所有的财产 都交给高大人 不 我们不要你们家的全部财产 我们只要令公子 以独孤则男身份 偷来了那一部分 部分 怎么分 是啊 快 快送好账 我只想早点见到 我的儿子 原之大 行吗 嗯 嗯 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蓝蓝 扶车 赶紧过来 怎么了 他好像快撑不住了 他会不会死啊 不会的 这小家伙生命力特别旺盛 刚满月就跟着我们拔身射水 这一次他一定会挺住 小家伙 你们千万不要死啊 我们这次是不是错了 怪就怪我们老大 一直想挑战那个独孤则男 他终于现身了 老大 老大 问题马上就解决了 我懂你们的心情 我也一样 不想害死任何一个孩子 幸好独孤则男被捕了 我准备明天就跟他们交易 明天 明天 太好了 戴德呢 他早上去买东西了 应该早就回来了 会不会路上出事了 我出去看一下 我回来了 戴德 戴德 大米买了吗 买了 赶紧小布点熬粥去 那你们两个看着孩子啊 我看了小布点 独孤则男 咱们要唱最后一台戏了 张叔 幸好老爷生前留了一份财产清单 这名房子是祖传的 要不然咱们连住的地方都没了 哎呀 我告诉你吧 咱们家的所有财产 都是老爷留下的 夫人 只是急着救少爷 稀释宁人 我才拨出一点 应付他们一下 哦 放心吧 喜儿 我啊 准备离一大笔现金 随时请壮师 为少爷平反 难道你不相信 少爷就是独孤则男吗 当然了 哼 这怎么可能 你说他就不肯见我 他怎么这么狠心呢 我是他娘呢 就是因为你是他娘 哎呀 小孩子犯错误 闯了祸 第一时间最怕看见自己的亲娘 这就表明他最爱的是你 你就体谅一下吧 他会不会被杀头啊 不会吧 只是偷偷东西 又不是杀人放火 但是朝廷一直都想 捉拿他归案 这次抓到他 不会把他放出来吧 我之前也没想过这个 现在最重要的是 被绑架的孩子不要出事 又一个出事 又一个死了 我儿子就变成 间接的杀人犯了 他不说我还没注意 绝不能让袁大人 当了替罪羔羊 小玉 你们先回去吧 我在这里打听一下 有消息 我马上通知你 好 老金 拜托你了 好好 连他娘都成人了 还一直拿他当偶像 谁知道他坚守自盗 你说咱这工作还有什么意思 是啊 高大人 神秘人又送来一封信 太好了 黄泉已经知道 独孤则男被捕了 说明天正午时分进行交收 把钱和五个人质带到指定的地点 详情到时才通知 还有十几个孩子 都安然无恙 太好了 太好了 各位班头 这次实在 感激不尽 那咱们赶紧研究 明天的行动计划吧 还研究什么 人质到手 马上抓人 对啊 这下我们的精锐部队 终于能派上用场了 是啊 大部队可以分成东南西北 四个大队 不 怎么了 我觉得明天交完钱 接收了孩子 先把他们放走 是 什么 我没听错吧 你竟然叫我放了黄泉 那 真是岂有此理 丹丹 你这什么意思 对啊丹丹 怎么能这么做呢 是啊 你 高大人 各位班头 人命关天 我们知道 有多少个父母 都在等着 跟自己的孩子团聚 但是我们也知道 这个黄泉诡计多端 如果我们双方 都大动干戈 只会引起民众的恐慌 也会吓到 刚刚逃出生天的孩子 犯不着 所以 我们还是先放他们走 晚点再追 我孤单单保证 一定不会姑息他们 一定会让他们 得到应有的惩罚 好 就按单单的方案来办 明天 尽量 以和平手段解决问题 是 金大叔 你这招真灵 黄雀果然中计 还是有破绽 哪里有啊 你这招真没扣 我这招不错 故随 你这招不错 一起停 散静 你为什么 有些朋友 你 谢谢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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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德 一副有死万事足的样子 你是不是想当爹了 你们看 小布点今天脸色也好多了 看来 他真的很喜欢戴德 戴德 要我说呢 你就认小宝贝做干儿子好了 对呀 好乖啊 那就把它留下吧 留下 安怡 你留在这边照顾艾迪生 其他三个跟我走 刚刚好 老大 为什么要把艾迪生留下 你是说 我做什么决定 必须先跟你交代是吗 不 戴德 别那么多废话 按老大的意思去办 对 戴德 先把那几个小孩送回去再说吧 跪下 大人 犯人全部带到 好 都给我看好了 不能放松警惕 是 高大人 所有精闭和相杂人的 已经全部撑出 好 现在万事俱备 就等着黄犬把人质放过来了 你们给我听好了 能不动手 千万不要动手 一定要保证孩子的安全 是 班头 不是说所有人都撤走了吗 怎么还有个小孩 他什么时候在那儿的 没事 我去让他走 何搞 办事总是胡同蛇为 要不是丹丹已经嫁人 生死我 我一定让他当你的头 高大人 王明明 高大人 小妹妹 你怎么在这里啊 快回家吧 别乱跑 给 完毕归照 物归原主 单单 单单 怎么回事啊 高大人 你看 完毕归照 物归原主 什么意思 我想 可能是黄犬 让我们回学校那边等他 你怎么回事啊 你怎么回事啊 我 你怎么回事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